法国总理让卡斯泰在3月15号星期一宣布 他们建议公司在2021年向所有员工支付最高1000欧元的奖金 这是免税的奖金并且无需社会捐款 类似的措施也被称为马克龙奖金 是在黄马甲运动之后于2019年提出的 并在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时提出了类似的措施 让卡斯泰说 第二线工人从事被认为对经济连续性至关重要的活动 例如贸易 清洁 建筑或公路运输 如果某些公司在年底之前达成了利润分享协议 或就相关贸易的估值展开了谈判 则可以将奖金提高至2000欧元 但很多人对这个措施并不看好 法国工人总工会秘书长菲利普马丁内斯 周一晚通过法国之声表示了对此的怀疑 在他看来 如果这项措施不是强制的 那么也只能算是公司的一种福利 从目前的情况看 没有什么希望 还有机构警告说 不要对这笔奖金抱有什么幻想 因为公司度过了最糟糕的一年 许多公司将很难支付这笔钱 让卡斯泰还补充说 公司雇佣年轻人的奖金 可以发放到5月31号 学徒资助措施将持续到2021年底 我让讨 Elite 小军 1 11